航海者的天国奥德塞 在浩瀚的宇宙中,星星描绘出宇宙的画布,有一艘孤独的太空船,名为航行者号。 这艘船上的船长埃琳娜·马洛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,热衷于解开宇宙的奥秘。 在命运攸关的一天,当航海家号穿越未知的太空区域时,一种不可预见的异常现象扰乱了他的导航系统。 这艘船被弹射到一个未知星系的深处,远离任何可识别的天体的标。 马洛船长现在在宇宙之海中漂流,他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迷失在太空中了。 他曾经熟悉的星座被陌生的星星所取代,飞船引擎有节奏的嗡嗡声似乎在他周围的广阔空虚中回响。 马洛船长并没有被自己的处境吓倒,而是启动了船上的扫描系统来寻找任何天体或信号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积周过去了,他预现了令人惊叹的星云、奇特的行星系统,以及人类从未见过的天体奇观。 每次发现,马洛船长都会记录下他的观察结果,创造一本天体日记,这将成为他穿越未知宇宙的孤独航行的证明。 孤立的空间成为反思的画布,未知的浩瀚激发了深深的惊奇感。 当航海家号在浩瀚的宇宙中漂流时,马洛船常遇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,一个闪烁着红彩光芒的天门。 在好奇心和希望感的推动下,他驾驶着太空船驶向神秘的传送门,但不确定他会通往何处。 令他惊讶的是,这个门户将航行者好运送到了一个银河社区的郊区,这是一个在宇宙挂坛中繁荣发展的不同文明的聚集地。 马洛船常曾经迷失在浩瀚的太空中,发现自己周围都是渴望分享知识和故事的生物。 在来自遥远星系的新朋友的陪伴下,马洛船常意识到他穿越未知的旅程,不仅扩大了他对宇宙的理解,而且还将他与来自他想象之外的领域的生物联系起来。 迷失在太空中的孤立感已经转变为一场发现和连结的宇宙冒险之旅。 因此,埃琳娜、马洛船常和天国奥德塞的故事证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,宇宙的奇迹以及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可以建立的意想不到的联系。